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他创办这所幼儿园的初衷就是为了使孩子们和自己一样能够更早地学习钢琴 刘诗坤 钢琴演奏家 1962年 是经历了很多托折的起伏 文革当中是一个大的托折 当然这是一个历史的给我造成的托折 其实文革当中受到托折的不仅我一个人 但是在文艺界里头呢 我在文革当中的经历呢 还是很奇特的 1959年 刘诗坤在这首青年钢琴协奏曲中 与叶剑英的二女儿叶向珍相识 三年后他们喜结莲礼 婚后刘诗坤住进了元帅楼 在世人看来 这桩令人羡慕的婚姻 使刘诗坤一夜之间成为了叶帅家的成龙快婿 然而 也正是这场婚姻 让他度过了这一生 唯一与音乐无关的日子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呢 我本人呢 很荣幸的那时候就受到了 江青这些人的一个特别的关注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是叶剑英的女婿 1966年文革爆发后 受到特别关注的刘诗坤 被批为文艺界风思修的代表人物 成为了重点批判的对象 随后他被发配到了工厂 当了一名与音乐绝缘的琴杂工 我成为一个等于大洋谷风思修的代表人物 音乐界的文艺界的代表人物 而我由于从小很年轻时出名 我1964年就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 那时候人身份越高又要被打倒 所以在文革当中我就 文革初期我就在音乐圈就被关在那个 劳改队里就是后来讲的叫牛棚 那时候我胳膊都被打断了 被红颜兵打断了 断了一半 叫不完全骨折 后来长好了 和我同关在一起 那时候像中国著名的音乐家马思聪 都跟我关在一起 天天在劳改队里头 牛棚里挨打劳动 而在此时 刘诗坤的妻子叶向珍豪行万丈地 投身于红色的文革浪潮之中 成为首都艺术学院造反派的领袖人物 岳父叶静英则负责着首都的治安工作 刘诗坤与元帅楼之间的联系 变得似乎很近 又似乎很远 在文革当中呢 在他叶帅很多处处于被打倒的边缘 等于一人走在咸牙边上 再往前走一步 走半步就掉到咸牙底下 就被彻底打倒 就在那时候毛利总是拦住 不准把他彻底打倒 江青这会儿呢 就想办法非要把叶帅给除掉 那么他就想那个办法 就把我给抓起来 作为我作为叶帅女区抓起来 但后来在抓起我以后 又把当时跟我结婚的 这个叶帅的女儿叶向珍 也抓起来了 把叶帅的其他一些子女女婿 抓起来 一共抓了七个 除了叶帅最小的小女儿 和小儿子以外都抓了 连我家的保姆都抓了 1967年 刘石坤和叶向珍一同被逮捕 他们被关进了专门关押刑事犯人的 龚德林监狱 不久后 叶家的长子叶选平 四子叶选宁 长女叶楚梅 长旭邹家华 连同一个带孩子的保姆 都被逮捕 分别关押在 龚德林监狱 不同的囚事里 那都是江青康生亲自抓的 下令抓的 所以那时候在文革一开始呢 我就成了江青的一个严重定 必出之后快的一个严重定 抓我们的目的 抓我本人的目的 就是想抓了我以后 把我作为一个人质 想让我去揭发所 所谓揭发 告发叶帅 让我拿了这东西作为子弹 再去打击叶帅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 叶剑英一家陷入困境 短短的时间内 叶家六个孩子中的四个 以及两个女婿 和在刘诗坤家照顾孩子的保姆 全部被抓进了间 为了不连累妻子 也为了保护叶帅 刘诗坤向叶向珍提出离婚 我跟叶真俩商量 我说刚才我说我们俩赶紧离婚 就隔断跟叶帅的这个音乐 这个亲属的关系 那时候我们俩就办了一个离婚手续 是在1967年的4月初 那么当时也公检法都砸烂也没有 就跑到北京卫戍区 那时候北京市都是军管 什么公检法系统都是军管 就北京卫戍区 就是人民解放军 北京卫戍区 北京军管单位 北京卫戍区 政治部盖了一个章 证明我们俩离婚了 就这么样一个 到现在我们俩还没离婚书 就这样 就算了离婚 在许多人看来 刘诗坤的幸运 是他成长于一个新的时代 让他可以赢得那些国际大奖和赞誉 而他的不幸则是与文革遭遇 1967年9月 刘诗坤在被移交公安部后 被送进了功德林监狱 从此他被迫离开了自己 钟爱的钢琴 与外界因性隔绝 人生跌至无敌 两年后 他被转到北京市看守所 而后又被转到了秦城监狱 在这里 刘诗坤由负责审查 中国最高政治犯的中央专案组 进行隔离审查 那么这个中央专案小组呢 下设三个办公室 第一办公室第二办公室第三办公室 简称中央一办中央二办中央三办 这个中央二办都是管的部队系统的一些最高的一些个人物 比如像彭德怀 贺龙 罗瑞卿等等这些专案都属于中央二办的专案 我呢那是一个普通一个钢琴家 我按理说从我本人的身份 级别 职务 年龄 我根本不可能上到这个什么中央专案组 根本不沾边 我就文革当中被我把我打倒 也远到不了中央专案组 也更到不了秦城 我被关在秦城时 当时中国文艺界几乎是唯一被关进秦城的人 我被关的时候才二十多岁 一个弹钢琴的 跟那些中国最高的政治领导者 最高的政治反观在一起 监狱中的刘诗坤与外界失去了一切接触 对监狱外发生的事情 他更是一无所知 在那段日子里 他想念自己的儿子 更想早日出狱与家人团聚 深陷淋雨的他 期望着能够重获自由 我关在监狱那时候 因为我是个重要政治犯 全部是一个人一个牢房 一个囚使 跟任何人都没有接触 也不知道其他外界的任何情况 完全是断绝 跟任何人断绝联系 跟我能够见到人的 只有牢房的看守和审讯 我的这个专案组的审讯人员 专案组对刘诗坤每天都要进行审讯 他们希望能从刘诗坤的身上 得到揭发叶剑英元帅的材料 但刘诗坤每次的回答都令审讯人员大失所望 那时候我用了很多办法 因为他们先是指名道姓的 就说叶帅你要告发 要揭发叶帅 他们当时用 管叶帅用了一个词叫黑后台 说你要揭发你的黑后台 只要把你黑后台揭发了 你就能够将功赎罪 将功补过 你就能够被释放 面对审讯人员的威逼地诱 刘诗坤始终不肯屈服 无奈的审讯人员 只能与刘诗坤打起了持久战 把我抓到监狱里 到底关多久 完全不知道 那时候叫做拘留审查 这个拘留审查 可以审查两个星期 可以审查两个月 可以审查两年 也可以审查十年 如果文革不结束 也可以审查二十年 无限期 那时候公检法也没有 根本也没有什么判刑 所以 我被抓以后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何年何月何日 才能够出去 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出去 完全是 有所知 刘诗坤在监狱里 过着几近绝望的生活 每天都要经受着肉体 与精神的双重折磨 此时的他 强烈地渴望着自由 他想回家 想见到被迫离婚的妻子叶向珍 更思念自己的儿子 1967年9月 刘诗坤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他远离了挚爱的家人 远离了挚爱的钢琴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会由一个受人爱戴的钢琴家 一夜之间变成了阶下囚 在那些日子里 刘诗坤被关在一个单间 专案组的审讯人员 想方设法 让他去编写一些揭发叶帅的材料 那我总不能是去 昧着良心去写一些诬告之词 那么这样呢 他们就用各种办法来折磨 逼迫 一个他们先来软的 用一种欺骗的办法 就是叶帅已经被打倒了 实现叶帅那时候并没有彻底被打倒 只是靠边站在文革当中 没有因为毛里保着 他就没有像这个贺龙啊 彭德怀那样被彻底打倒 那么可是他们跟我说 说叶帅被彻底打倒 说他是刘邓司令部的带枪的刘邓 说他是你的黑火台 你揭发他 就要想打消我的顾虑 让我以为反正叶帅反正已经打倒 那我就可以乱咬乱讲乱写 监狱管理人员 兼欺骗手段并没有得逞 便开始在生活上折磨刘士坤 在监狱里 刘士坤仍受着吃不饱饭的日子 后来甚至连喝的水都给得很少 饥渴交加的刘士坤 差点疑病不起 一个人挨饿吧 挨几天都受得住 常年累月每天吃不饱饭 这是一个非常难挨的事情 那时候在歇医每天就给我吃两顿饭 每顿饭就发两个小窝头 一天大概就是六七两粮食 几乎没有菜 每天两顿饭每一碗 每一顿饭就是给一小碗菜汤 飘着几个烂菜叶 要到天热的时候 那个菜 那个糖上那个菜烂菜都不洗 一层虫子飘在上面 每天水就给个两碗水喝 每天吃了这顿没饱 怕下顿 下顿又没饱 就这么折磨你 那么开始我是六七年九月初抓到监狱的 那时候穿了个单衣 那么北京的监狱冬天是非常冷 文革那时候的监狱非常冷的 它没有暖气没有火 那么冷到什么程度 这个球石里面 滴一滴水在地下 几分钟就变成冰了 冬天就不给发冬衣 太冷就一个小宝贝 就拿呸一个小宝贝 浑身都手脚全冻肿了 就这样 就生活用折磨你 还给你一种变相的情绪 尽管在生活上受尽了折磨 但刘诗坤依然坚守着一个做人的原则 这引来了专案组人员的极大愤怒 他们把刘诗坤 吊在审讯室的一张毛主席向前 要求他双腿必须站得笔直 身体要九十度的弯腰低头 这样的低头认罪常常要进行 后来腿都肿了 就这种变相的刑讯 这种比真正的刑具还厉害 因为刑具它在里面 它是一会儿 它这个是天天从早到晚 多少天多少天 这个是非常难碍我的 那就逼着我写这个一件事 后来我至死也没写 那么同时呢 他们还骗我 就是说 说叶帅已经被打倒了 在那段被关押的日子里 监狱必不可少地 要对犯人进行思想上的改造教育 除了学习毛主席语录 每天的下午 御方还会给每一位犯人 发一张人民日报 报纸成为刘世坤 了解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 他不会想到 正是这每天发放的报纸 成了他日后救命的稻草 发报纸以后呢 晚上就收回去 那么 在文革很长一段时间内呢 叶帅还经常见报的 可他们说 他们告诉叶帅已经打倒了 实现夜市还见报的 鉴于刘世坤 与叶剑英之间特殊的关系 刘世坤所看的报纸 必须由预防提前审核 只要当天的报纸上 出现叶剑英的名字 刘世坤便看不到 那天的报纸了 有一天呢 来了一个新的看守 那时候看守都是一个军人 来了一个新的看守 他可能忘了这个 不能发给我某天 毛主席接见这个消息的报纸 这个指示了 他把这个 毛主席报道 毛主席接见 这个报道新闻的 这天的报纸发给我 发个我一看 1971年913事件后 叶剑英恢复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随后被关押的叶家子女 全部释放 唯独刘世坤例外 刘世坤在狱中 依然受着严格的抗管 按照规定 犯人不可能获得纸笔 更是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 一天 一个偶然的机遇 使刘世坤更换了一间求饰 在星球市的墙角处 刘世坤发现了一张 信纸那么大的废报纸 他便马上将其收起 藏入怀中 在没有纸没有笔的情况下 我这张 这半张旧报纸 就把我救了 我说我就利用这张旧报纸 弄一封信 怎么弄呢 每一个牢房有一把扫把 是我们被囚禁的人 自己打扫房 打扫牢房的 他邀请你每天要扫一次地 我刚才讲 牢房都是单人的 没有同囚室 没有其他人 这个扫把 你知道扫把这个 他那个扫地的 很多那个叫柳条吧 那个柳条一边是 接住地面的 是不是很软的 是吧 很软的 很多 那个根部是很尖的 就像一个针一样 像个锥子一样 那根部是尖的 你不给你把一个扫把 掰下来 那个根部是很尖的 像一个尖的锥子 那么我当时就把这个扫把呢 掰下一根了 一根柳条 那根柳条 上面是尖的 每天发报纸的时候呢 我就用这个扫把这个根 就把这个报纸上的小字 就抠那个小字 在监狱严格的看管下 劉士坤小心地从报纸上 抠下一个一个的签字 为了不被警卫发现 劉士坤每天只能从报纸上 抠出八九个字 然后用口水和八枚的窝头 当做降虎 把抠下来的签字 重新贴到那片珍贵的破报纸上 而后把这封宝贵的信 藏在自己衣服的袖子里 经过了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 贴成了一个几百次的信 里面就讲了 怎么让我 怎么逼迫我 软硬兼施地逼迫 这个引诱我来 所以写这个揭发叶帅的材料 把这个内情就全记载在这封信上 那么记完了以后 我也不知道这封信 有没有机会和什么时候能够递出去 1973年三月的一天 已经释放出狱的叶向珍来到秦城监狱探望刘诗坤 正是这次探望 使刘诗坤有了将信送出去的机会 到了1973年的三月 由于叶帅已经又身居要职了 那时候叶向珍就受叶帅的指派 第一次到监狱来探望 他从监狱里放了两年 他来看我来的 那时候叶向珍来看我呢 江青他们已经没法完全阻止了 叶帅有他的权利 叶帅就是说让我的女儿来看看刘诗坤 那时候下边也阻不住了 阻不住了呢 但是这专案的人员呢 又怕我把这个事情 把我这个逼我揭发叶帅这个讯息告诉叶向珍 那么在看我之前就跟我打了一个招呼 跟我下了一个命令 说你的叶阳阵来看你的 他看你的时候 你跟他见面只能谈家庭的事情 谈生活的事情 谈你们孩子的事情 不能谈一点有关案情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一开口 我们就立刻把你拉走 接见的时候呢 是一个大屋子 有一个大桌子 大长桌子 我坐在桌子的一个角 他在坐一个角 那边好几个看守专案人员就在 在旁边盯着 盯着 所以我们俩谈话只能按他们的要求 谈一些什么孩子的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寄回来 我就把我贴的这封信 从袖口里偷偷拿出来 就在桌子底下塞个眼镜 他也很机敏 拿着一封信 他又补 如果我其实就塞在他口袋里 两天后 这封信就直接送到了毛泽东主席手里 毛泽东看过后 亲自下达指示 释放刘诗坤 要让他继续演出 1973年5月 刘诗坤获准出狱 1976年文革结束后 刘诗坤再次回到中央乐团 叶向珍也成了一名电影导演 两人没有复婚 USDT USDC每日派息 年利率高达8.76% 比特币以太坊每日派息 年利率1.09% I3万活期理财 每日派息随存随取 D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